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今天要讨论的是一个特别的内容 而且我准备了很久 什么样的内容呢 大家都可能都听过京剧 但是京剧如何去适应和进入到现代社会 并且结合不同的文化元素 所以当我说我们要谈京剧 而且我们要谈大宅门的时候 可能大伙会有点吃惊 是的 是一部由电视剧大宅门改编的京剧 大宅门我们很多朋友大概都知道 不光是在电视上追剧 许多媒体上也可以追到它的故事 故事说的是中国的老字号白草堂 药铺和白草厅药铺的兴衰史 以及医药士家白斧三代之间的种种恩怨 这白草厅的原型正是清末知名的药房同仁堂 请到的来宾进入我们的单元娱乐红趴 是京剧老生杜哲 他是第一次来到我们的节目 我先报告一下京剧大宅门演出时间 他有两个组 A组是5月17号星期五晚上七点半 以及5月19号星期天下午两点半 B组则是5月18号星期六晚上七点半 总之就是在5月中旬的两个 这个周末的两天三场 演出地点国家戏剧院 首先欢迎杜哲来到我们的节目 第一次来 您也是国家一级演员了 而且你是李派 李少春先生李派的文物老生 可以为我们做一点介绍吗 其实谈到李派 主要其实他的根源 应该还是老生的鱼派 鱼书颜鱼派和杨小楼的杨派武生的根源是在 最终是由于李少春先生 本人的这个条件能力和这个舞台上的驾驭能力 他的艺术艺术这个造诣非常高 把这两个文武全才的这个流派的融合到自己身上 形成了一种这个文武兼备的一种表演的这个风格和模式 而且呢也创造了一大批这个符合他自己条件 而且观众喜欢乐见 喜欢的这个优秀的剧目 比如说野竹林 野竹林 打金砖 包括这个响马转 响马转是比较晚近的戏 对对对 响马转的是这个大概是 大陆应该是 也是50年代以后 50年末的时候 对 也是 还有呢 还有包括满江红 其他的还有等于大闹天宫 等等 这些剧目都是这个李少春先生的个人的代表作 是 其实融合了这个渔派 老生的唱腔和这个杨小楼杨派武生的身段技巧 融合了很多 所以形成了李少春先生的流派 在做科的人大概都会知道 就是这有一个行当一个行当 对 但是文武老生 他的概念上就不是一个行当 是 好了 能够融合这一种训练 我相信尤其是像您家年轻的演员 特别会有些正在学习 或者是学习过程中 还没有忘记的体会 谈一谈 在这种这个行当里面 学习的时候 它的辛苦程度 我相信一定有一些 可以回味的这种系统 是 有很多很多这个 这个过程当中 应该说呢 首先是有快乐 更多的呢 可能也是痛苦 是 因为想要成为李少春先生这样的这个标准艺术家大师 那么首先不仅仅要在一个行当或者是一个领域里边要学习 钻研 更重要的他要设立很多 比如说我们除去以往的这个分配老生行当的这些传统的基础系 学习搜姑救姑 大宝国 探皇陵二进攻 四郎探母 轰冬 列马 除去这些系 这个必要学之外 还要学习武生的开盟系 探庄 夜奔 蜈公岭 挑花车 战马超 八大锤 要分 等于把一个人 平均分成了文武两份 但是你的时间只有一段 一段 是吧 那你怎么去调配 这应该有一些学问吧 那么可能在自己那就一琴补琢了 大家我要拿出更多的时间 可能比别人要多辛苦一些 台湾有一位优秀的演员 也是大陆出身李宝春 宝春老师 也是非常非常棒的 宝春 对 你们也交流过 有交流过 有幸和宝春老师也都请教过 宝春老师 也是非常全才 而且特别赋予创新力的一代好演员 他能够自己编导 对 这个太棒了 而且从事根本的教育 是 非常了不起 我正想谈创新这两个字 因为刚才你也特别提到这一点 今天我们谈的 也就是在十天以后就要演出的 大宅门 他就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创新的剧本 而且他原始还是一位导演 郭宝昌 对 郭导 你可以先介绍一下郭导和大宅门这些故事 原本的互相之间的关系 我想大宅门这部剧 或者是这部剧本也好 小说也好 这个是无论是大陆还是我们台湾 大家都是你看说非常熟悉 而且耳熟能详的 这个电视剧播出的时候 就引起了很大的轰动 而且到今天还九眼不衰 随时大家都可以愿意拿出光盘 或者打开电脑 愿意重温 愿意从头来再去欣赏 所以可以证明这个剧的魅力 可见一斑 它不是一部只是卖座 或者是受欢迎的剧 它已经是一个现象 一个现象 而且带动了 我觉得带动了一批 包括电视界的审美 更带动了我们戏曲的表演 这个行业的 大家的对于现代京剧 如何来创造 这个也带动了一个新的问题 就是等于刺激出一些动机来 对很多很多 可是古宝创行 好像个人跟这个故事有关 是 据郭导讲 他是剧中的原型人物的杨子 白锦旗 对 原型人物 白锦旗是一个角色人物 角色人物 他的原型人物的杨子 就是郭导 对 就是郭导 郭导从小在大宅门里边 生长 成长 学习 包括一直到后来 走出了大宅门 自己自食其力工作去生活 那么他对于大宅门内的这些个过往 和这些个事情 那是非常了解的 是 还有一点 他是郭导对于传统 因为可能从大宅门里出来的 对于传统 无论是医药 还是艺术 对于传统的这种素养的这种积淀 是非常深厚的 所以他对传统是非常 所以一方面是中药 或者是中药中医的这一个行当 他有涵养在 另一方面在戏剧 不光是电视 因为他是电视导演 对 但是他逮到了机会 或者是等到了机会 发现了一位杰出的导演人才 李卓群先生 李卓群 小姐 小姐 就让他来 来构架这个心 好 那么这就牵涉到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你刚刚提到 对于传统的保守 和对于传统的 的进润 就你旁观者来说 先谈谈你对郭导 在这方面 有些什么样的特殊的表现 尤其是他介入到剧本 或者是表演形式上 郭导 首先他是一个 对于传统艺术 尤其是京剧 或者舞台艺术 非常有敬畏心的一位老人 因为他从小 他跟我们讲 在排练过程当中 跟我们讲 他从小看到的这些个大师们 这些个角儿们 在舞台上演出的 他说那个魅力 是都好像无法用语言来形容 他怎么能够吸引到 当时他年纪并不大 是一个年轻的 还是个小孩子 是 他说对于传统艺术 没有什么过多过深了解 只是在舞台上 直观的感受到 就可以如此的吸引我 他说这个魅力 是很有魔力的 所以他跟我们讲 通过那些 可能我有些个动作 或者说是这个唱腔的 这个处理上 我没法给你们用这个 语言来形容出来 但是你们要体会 怎么体会呢 那么要去多看录影 多听老唱片 你来感受那个时代的 大家的那种审美 追求的艺术的东西 他现在还说的是 一般的京剧 还不是特别指大宅美 对 讲的是他小时候看到的 包括马莲良先生 这个谭卫英先生 甚至后期的李少春先生 等等 包括梅兰芳梅大师 包括就是他所见到的 这些个大师辈的演员们 舞台上那些魅力 他说现在不客气的讲 年轻的演员 你们查的太多了 这个距离实在是太大了 所以你们要 好 那么你去体会的时候 又感受到或者是察觉到 他说的哪一些地方 可以举实际的例子 实际的例子 来看出这个落差吗 比如说跟您讲 有这个大电门其中 有一场戏 那么就是这个 白景祺的父亲 家里的二爷 并故 并故呢 这个白景祺从济南 回到这个北京来奔丧 奔丧的这个骑身 动作很简单 就一点点 就是一个骑着马 从火车站赶回家 就这一点点 锣鼓呢 就是一个水底鱼 但开始呢 我是这个 我觉得这是一个新的嘛 是吧 我们是不是可以突破一下 那么我们这个 对于马边的这个处理 我说虚拟的 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变化一下 我们把马处理到后头 处理到后台 那么我们不作为骑马状出来 用一个用表情用动作 郭导 看过我的这个 这个这个上场的这个方式之后 他说 都说不好 我说为什么不好 您觉得 既然我们是京剧 那么我们绝不可以 把城市化的东西 全部的否定 我们有很多的虚拟 舞台上有虚拟的 就是说那个套路 他坚持要用 对对对 那你原先 你是怎么变的 你是把马边 在后头 对 虽然有一声 那个背景 有一声马叫 就是代表这个 马奔驰的 很急的时候 你不带马边出来 不带马边出来 我马边放在后台 人把这个 长袍马挂 把马挂 丢起来 像感觉像是 刚从马上跳下来的感觉 然后急步的往前走 很跌跌撞撞的 这种进门的方式 但是你这个情 郭导说 情绪是可以的 但是如果你没有 加上骑马下马 翻身下马的 这些 城市化动作 他说就缺少了很多味道 舞台艺术 那么我们一定是要把 这个合理的 夸张的艺术这个方式 这个表现方式 要呈现给大家 让大家看到 你处理到后台 想象力够了 但是 没感 形式没感不够 好了 那我正要问的是 相反的一面 怎么说呢 因为郭导 他在你们的 给我的资料上面 有几句话 非常动人 他说这是一个 非同一般的戏 我们程序了 就成绩了 当然是指理卓群 着群作品 一贯的风格 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 反叛传统 他甚至说 我希望大家看这个戏的时候 想起这个话 这种反叛的 这个反叛 渗透在每一个演员的表演 每一个音乐的处理 和每一处舞美的设计 这是很大胆的宣传 而且我相信他不是 不只是宣传 他可能说的挺实在的 谈一谈这个 每一次其实这个郭导 都有讲 除了这个 继承传统的这个之外 叛逆 他总讲 我是个宅门逆子 要是自己开玩笑 讲 是宅门逆子 就是说 对于当时的这个生活状态 是一种叛逆 他说你们在舞台上 现在你们学习了这么多 传统的这个剧目积累的 已经不少了 但是你们需要 反方向来想一想 我们为什么要这么演 我们可不可以 换一种新的方式 把这些这个原来的 这些传统的程式化动作 给他重新组装 用一个逆向的思维 来考虑舞台 刚才是守住那个 对 一定要守住根 好 那有例子吗 对 像这个 其中有一场啊 就是杨久洪 被这个济南府的这个都军 带走了 强行带走了 其实是就是 叫走这个这个到府里去 然后这个白景齐呢 因为和这个杨久洪 一见钟情之后呢 打抱不平 出手 这个去骑着马 去追这个 提督府的这个车 在接杨久洪的车 然后和这个 要造反了 要造反了 对 要劫车 这场其实在场次 就是我们叫劫车嘛 然后这个 在这个过程当中 这个除了把这个 提督府的 用一些这个武打的档子 徒手的档子 把这个这个 提督府的这些家丁们 打散之后 然后在这个 邱车在当街 会有会有一段 用了一段昆曲 做一个缠绵的一个舞蹈 表现了这个恋爱 对 除了恋爱和这么讲 郭大讲的很 其实就是车阵 他表现很唯美的 这么一个 用了用昆曲 用了昆曲的 两个人对唱昆曲 然后 这个其中 设计了一些个 这个动作 我们开始用的是 都是戏曲的传统动作 等下您更了解 比如说大秀 比如说这个 这个 抱肩的两个人的 这种侧身借位的 等等 郭导看后觉得 不行 太常识化了 对 不过瘾 怎么办呢 最后 我们另外请了一位 舞蹈专业 民族舞 民族舞专业的 舞者 舞者 然后 也没跟他讲 这个是 大概前后什么剧情 就是说 你记性的 然后帮我们 做一段 所以它是一个 异象化的形象 在旁边 它就是 它等于是一个 不管你想象 或让观众想象 借一个完全无关的媒材 它就是这样一个媒材 这是第一个最初始的一个版本 然后会借助舞者的一个表现 来表现白景奇和杨柳红的产品 后来郭导又推翻了这个想法了 他说您不要 既然在舞台上 相信你们能够做出唯美的 这些有些反城市化的动作 所以让你们自己来 对 就让我们自己来 所以根据舞者当时设计的一些双人舞的 比以往的 在舞台上看到我们的传统老戏的 那些心理动作 尺度要大一些 可是你们已经看过了舞者 对 所以你们心里头已经 已经有一个 种下来一些 大概有一些个模糊的 有一些个影子了 这一段车镇有唱词吗 有唱词 你可以表演一点 你现在一个人 我没办法跟你表演第二个 这是白景奇和杨柳红的昆曲的对唱 因为是一人一聚的 这边像大字 呃 飞红烟横道 奥月下 奥冲冠 冠 再得见 胆枪立马 长街前 恩 恋爱生 日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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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 安 已 比 晚 安 安 安 各位听友 听到的是杜泽演唱 大宅门中间的一小段昆曲 为红颜横刀立马 怒法冲冠 对 为红颜横刀立马 为红颜横刀立马 长街前 啊 长街前 对 这样的一种非常传统的声枪 可是又配上了你们带一些吉星意思 呃 又非常现代的 是 呃 呃 演员会是更容易进入到情绪吧 还是 或者说更容易让自己客观的比较冷静的 面对剧情 嗯 呃 好像听起来有一点点矛盾 听起来好像是 一不就进去要不就出来 对不对 呃 一般的咱们舞台上讲呢 可能叫跳入跳出 嗯 但实际上就这段戏来讲 我和这个杨九红的窦小玄 我们在在排练合作的时候 嗯 其实很容易进入到剧情的 嗯 嗯 这两个人的这个这个缠绵的这个爱情的这个这个这个状态 其实和昆曲他的节奏啊 而且呢其实是很大 是 嗯 杜哲大宅们 稍后片刻 娱乐红趴 台北FM98.1 News 9898新闻台5月8号星期三 今天进行的单元娱乐红趴 在这个单元里面 我们聊音乐聊电影聊舞台剧啊 我们对于 特别对于 传统艺术的保留和传承 呃 非常重视 我们也谈过京剧 昆曲 还有各种曲艺 呃 布袋系 呃 可是随着这 这个时代的发展 我们有很多创新的表演艺术 呃 今天我们所面对的这个题材 就是一个非常独特的转换形式 他呢 从电视剧的大宅门也也有其本源的故事和人物 而从这里再引申出来延伸出去 来到了京剧舞台 今天访问的是京剧的文武老生杜哲 他是中国大陆国家一级演员 我们刚才谈到的是大宅门的一部分内容 待会我们还会回来 但是我想先跳到上一个月 来到台湾嗯 做了几堂演出 对 可以稍稍再回顾 至少没有 我们有些 呃 有些项羽啊 没有办法 呃 去听的去看的 表演的 是吧 如果我们回忆一下 呃 大家好 其实呃 在上个月呢 我们我是随我们国家京剧院一团 嗯 跟随着这个余奎智老师 李生素老师 是 他们领前主演 来到这个台北 在这个呃 连续演出六场 嗯 演出六场戏 嗯 然后 这中间好像有一出 嗯 这个四郎泰姆 你跟余奎智先生 是是是是 前后的 演员会 是是是 这这也是 这这也是余奎智老师 对于因为戏我们 咱们戏班有这个传统就是 是传帮代 哎 作为老师 作为师兄 对于青年演员 呃 时空展啊 龙凤成羌这都是老戏了 对 但是在对台湾的观众而言 满江红似乎是一个 嗯 是是是是跟风波亭有关的 有关 可以介绍 稍稍介绍一下吧 哎呀您很了解 嗯 其实呢这是应该在呃 大陆五十年代末 嗯 左右吧他们呃 然后这是由这个李韶春先生 国家京剧院嗯 嗯 当时叫中国京剧院是 李韶春先生呃 呃 创牌的根据这个呃 阿甲拿演的这个剧本 嗯 重新改变的温偶红先生 改变的剧本 最有名的对 嗯 然后李子贵老师阿甲先生 但担任的导演 嗯 把这个呃原原来的这个传统老戏 风波亭的一种扩容了 嗯 增加了这个岳飞的试诗呃 出征 然后十二道金牌 十二道金牌 调回这个岳飞 然后呃 最后风波亭父子遇害 嗯 把这个风波亭的这个折子戏 扩容到了一晚上的这个整个一部大戏 嗯 这样子 然后这个剧名的就叫满江洪 根据岳飞的这个呃 是 这其实也算是一种比较为尼波 微步啊 小步的呃 对 探索和创新 对 因为还是这个一部不换行嘛 这个梅先生讲的嗯 大踏步的整个从故事都是原来金句没有的 嗯 这就要回到我们讲的大摘门了嗯 呃 呃 你们在演出我相信在大陆已经演出 对演出了很多场了也呃 那一开始的时候一开始演出的时候会不会有很就是生怕老戏迷 没办法接受这样的担心啊 有有有有有 确实有 那怎么怎么去面对这些观众啊 观众后来的反应又如何 嗯 开始呢 其实在我们我 卓群啊 我们的这些这个主创团队包括主演 我们在这个首演的时候是在这个北京天桥文艺中心 嗯 嗯 首演的是当时呢也请了很多的这个老一位的艺术家 包括杜晋芳老师哦 那已经是中师了 对已经是大陆中师 是杜派了 对 请了杜老师 包括这个彩牌的时候 之前彩牌的时候 我们还还请到了当时在北京的这个河北省京剧院的著名的这个文部老生也是邵春先生的弟子朱阳坤老师 嗯 都到这个现场去帮我们把关 是 然后其实呢 尽管是这样 对对对 但是其实这些个呃 呃老先生们 嗯 这这些老师们 他们的思维 他们的这个观念 其实是非常新的 嗯 包括杜晋芳老师 啊啊 觉得很好 嗯 他说这个能能够做到这一步 这个有创新有突破 但是又在掌控范围之内的 是 那让大家看起来很很喜欢很唯美的这个非常不容易 呃大宅门的女主角女一窦小学 女一窦小学 她演杨九红 对 她是从封城之中自俗出身 呃一路嫁给白锦琪的 对对对对 一个一个 又深情又烈性的女子 嗯 她就是杜派 对她是杜俊芳老师的弟子 描述一下你所了解的杜派和你和你演对手戏的斗小学 因为杜老师呢 那是呃 应该说看过电影野猪林的人 或者说看过这个呃 杜老师舞台表演的人 那都尊奉杜老师为当代女神啊 嗯是 是一个这个非常非常有魅力的这个艺术家 嗯大师级的呃 在在进步 这些年呃 跟她合作的其实也很多 嗯大师门呢 嗯 应该讲合作起来我们两个是是很愉快的 嗯嗯 而且她的舞台上的灵性也非常好 是啊有一些个呃 心细的这个情绪的把控嗯 嗯 包括对于在情绪当中处理唱腔处理念白 那她还做的都很到位嗯 嗯 因为杨九红啊 你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 她可能也有一点杜石娘的 对 从对从呃 绅士和这个人物的这个性格脉络 还有一些烈性上 烈性的嗯 那么所以她另外一方面 面对今天的男女的这种呃 这个社会阶层的这种冲突 或者是协调吧 嗯 现代人一定有一些更更冲突性的嗯 呃 对于女性不管是她的地位尊严的争取 那好 那么把这个东西怎么去放在一个传统系里面 尤其大宅门这三个字本来面对的 就是杨九红的这个问题 是 大宅门就就是个讽刺的用语嘛 好 那那 豆小人如何掌握嗯 嗯 其实呃 如果严格来讲的话嗯 杨九红这个角色 她是 首先尖跨了花旦 嗯 泼辣蛋 是 青衣 花山 嗯 你知道到最后的这个 青衣结尾就是 嗯 被赶出大宅门的那一场呢 这个时候 甚至于说可能还有一些很有点苍凉 还有一些个淡淡的老淡的一点苦淡 味道 对 所以说这个嗯 你看说杨九红这个人物 对于小璇来说也是挑战非常大 肯定是嗯嗯 他 他 肩跨这个四个 所谓四个行的类型嘛 是 他要融在一个人物当中 这一点 而且是又有这个持续性的 从前到中到后到最后 这个呃 四个行当的这个过程一样 嗯 转换的这个过程嗯 嗯 这个其实把控起来是很难的 是嗯 我们有一段录音 我们听听看白景旗和杨九红 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嗯 那一段曲子 九红姑娘夏娜娜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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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哎 贩 王宁草 飞 下山人 山上的盼起泪 山天 山上的盼起泪 山上的盼起泪 这位是 这位是阳光鸡山府 藏村元头牌杨久不 白青旗藏通冒犯 大爱陪你 为姑娘明心情安静 旧行 身有余不有情 尝尝尝尝尝尝 我参考 尝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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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尝 尝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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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尝� 荒山 湾湘溪与春 云冰花月 花月配莲花白醉 变转 好含羞多情思 飘行 现世已远 飘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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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是我的 活冤家 哈哈哈哈 台北FM98.1 News98 酒吧 酒吧新闻台 5月8號星期三娛樂紅帕 訪問的是杜哲先生 談的是大宅門 车车也在打斗啊 你惹祸了 也不知 我这是为了哪个惹祸的小妖精 你才是惹祸 精 Favor 打哗 那就 激烂 小妿 不我 好 找 黑红颜天下 大恨大如同晚 最高写天奔乡里马 来解决 天爱生的患 的患啊 一不晚 爱 您听到的正是京剧大宅门里的一个小段 白景旗月下劫车 我刚才在现场听也听到了录音 我特别有个感触就是 像你这样年轻的京剧演员 已经能够非常自然毫无做工的去融合不同的唱腔 有的时候在我至少我小时候听啊 我会啊这个是什么派的唱腔 这是什么派的唱腔 可是好像你们 你能举一些唱的例子啊 或者一个唱剧的例子 来来告诉我你是怎么处理那些运用不同派文派的 或者说唱唱腔派别的这个手段和技巧来来融合 张先生过奖了 其实呃呃呃 作为作为我来讲 其实有有很多的时候呢 其实更多的嗯 是把这个方法拿来用 就是在处理这个唱词唱剧 还有这当时的这个这个特定环境的情绪的时候 会把一些个流派中 作为这个前辈们的这些个最有特点的声腔 这个唱法方法用进来而已 其他并不是您讲的融合的还还谈不到啊 可以举举例子 呃嗯 您比如讲这个在第第四场就是白景便回家奔丧 在领几灵堂前哭ゴ根節零堂有这么一段唱 倒面原版的嗯 看嗯 每个第一句就是 不孝而为继红阳啊 我能为界 这是其实是一个 这是一个普通的一个架构 在处理上 不孝儿未及奉养 江阳哲 所以江阳哲的哲口呢 可能是对于渔派的这个用法 更这个更贴合 或者说是这个哲口里边 用渔派的唱法 可能会更悦 更好听一点 所以呢 加大一点这个口型的 而且加加一点弹性的东西 那可能这个在节奏上会明快一点 所谓弹性的是什么 就是 不孝儿未及奉养 把这个前面的几个字 要把它断得干净 短促 不孝儿未及奉养 但是这个签的时候呢 因为它会涉及到一些哭签 那么我想了一下 我用了一点杨宝森先生的 因为哭腔很特别有特色 这是特点 不孝儿未及风扬 加了一些哭嗦在里边 可能这个在情绪上 可能会更准确一些 琴不淡 这个软强的 琴不淡 那么我用了一点西派的唱法 琴不淡 就是把这个好像在情绪上 他不光是有情绪上带动 而且我刚刚这样提 尤其是杨派 杨宝森先生 跟那个西医孝伯 西派 他有一种更洁质的雅气 特别是西派 是 动霄之美 这种洁质的雅气 使得原先 应该是放下来哭的那种 那种情感 得到了一种洁质 而这个节制正好是 控制着张力的一个美感 是 让不起 可是这种体会 都是一层一层 一次又一次 慢慢加上去 是 每一次排练当中 可能突然会有一点灵感 和琴师 商量一下这一点 这点这几个小节 几个音符 咱们这么处理一下 试一试 然后录下音来 听一下 不好 那么这么样 再换一种方式 大家一看 这个好 包括卓群 导演 有时候郭导 在探班的时候 我说唱唱给郭导听 这样子可以 或者这样子 还差一点 但是他说不出具体 是怎样 这点好像还差一点 这个情绪 悲愤的不够 或者说 愉快的不够 等等 他会有一些这样的提示 是 然后就卓群来把控 整个的这个节奏 唱腔 我们这个节目 是有的时候 有机会能够访问到 京剧演员 我比方说像 于奎志先生 或者是在台湾的 李宝春先生 吴兴国先生等等 我都会多多少少的 会涉及到一个问题 共同的问题 那就是 在试验的过程 我们不知道效果如何 但是我们有的时候 会突发奇想的 会去把原先一个老的 流传久远的唱腔 做一些小小的调整 但是有些调整 比如说棋派跟马派 这是基于唱者 原本的那个材料 对先天的歌声里构造 他的嗓音条件 他就是生理构造 跟人不一样 可是我们如果说 就一个正常的 京剧演员 或者是 着有表现的京剧演员 他的嗓子 那几块肉 应该就是朝那长的 那你们怎么去吸收 像棋派或马派 或者就是 生理条件不一样的 那种唱腔 他的特点 其实这个 您刚讲的非常非常对 就是每个人的 这个结构不一样 那么可能 肌肉板块都不同 那么可能捉来的声音 构造 怎么可能统一 而且好像世上也没有完全相同的两篇树影 包括声音也是这样 更多要是学习流派 其实在大陆 包括咱们台湾的这个 戏曲圈里边有这么一个共识 就是学流派的特点 不见得非要学他的音色 比如学棋派 像上海的这个陈绍云老师 包括江西的王全席老师 他们的嗓音并不是像秦林彤大师那样 他们是用自己的本色的声音 来唱棋派的感觉 棋派的味道 唱棋派的精髓 这一点是其实是大家都非常共识的 有的人天生嗓子非常好 非常又响亮又透唐 然后他 但是他就是喜欢棋派 喜欢那个特色 对喜欢 就喜欢这个老徐测 我喜欢齐先生的东西 但是他嗓子 老徐测 他不是这种感觉 你这个徐测保证还蛮好的 你来两句 你来最后来两句好不好 我这是斑斑弄斧了 徐测跑城 老徐测我展成楼 我的耳有龙 我的眼有花 我的耳龙眼花 看不见 沉香二郎哪有过 跪在尘边 我问你 家知哪周 哪福 哪先兵 哪军 你哪一个村庄 有你家门 你的爹姓神 你的母亲的神 你的皮胸排行 第二几名 舍得清 道得明 放下吊桥开城门 你若是舍不清来道不明 要想开城门 要想开城门 不能 访问 访问就是杜哲 京剧大宅门 5月17号 18号 19号 在国家戏剧院演出 未经许可乐 每次都不明知 是辞职的 未经许可乐 都不明知 还是未经许可乐 至少 最后一期 他传统 发了